謝謝大家 安排 您現在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館中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是由公視新聞議題中心 PNN 還有公民行動已經記錄資料庫 我们联合自播的 网络视讯的节目 我们希望透过人物的专访 来让大家了解 一些争议性世界背后 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法律制度文化等等的问题 让我们再看到一些社会议题 或是社会现象的时候 不是只有看到 那个冲突的表面 还能够看到它背后更深层 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在今年五月 原文会下面的这个广播部 其实有一个同仁 因为他其实长期生病 那后来在四月五月的时候 多次的进出医院 在五月的时候 就不幸的这个过世了 可是后来我们才了解到说 这位同仁 其实手上有好几个节目 我常达到多达到九个节目 而且当他出院的时候 他平常还要去赶工 还要去在职场上面工作 那这个一部分 让我们觉得非常惊讶的是 哇一个人去做这么多的节目 也许在传播业界 其实也不是太表不起的事情 可是让大家更惊讶的是 这一位同仁呢 他过世之后 他其实没有办法得到相关的一些抚恤 他还必须在原文会 原文会里面 或者是一些原民台 还有这广播部的这些同仁们 一起帮他募款 一起来帮他处理 这个透过这种所谓的后续的 这些所谓的募款的方式 来去处理他这个相关的 这种所谓的商账的事宜 那因为他其实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员工 而是一个承揽的员工 但是一个承揽员工 他却必须要承担这么大的 这个节目的制作量 工作量 让人家觉得非常的匪夷所思 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 就要来跟大家谈这个议题 从这样的一个不幸的事件 去了解到这些事件背后 更值得我们去看到的 原住民族的相关的媒体 传播里头的权益 我们就要关注的这些劳动权益 等等的部分 今天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邀请到的是 原文会工会的成员古木 但他同时也是原文会的 董事会的这个劳工董事 古木你好 老师好 然后各位观众大家好 其实我们刚刚谈到了 这样一个主题 其实让人家谈到非常非常的 感到非常非常的难过 可不可以先请你告诉我们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是我们那个刚老师提的 那个我们广播部的同仁 其实他就是承揽人力 那其实为什么是承揽人力 是因为基金会有那个原额的限制 那原额的限制就是在 限定在160个人 原额的限制是什么意思 就是基金会本身在聘用人员的时候 它有一定的限制 对就是聘整个基金会 然后我们知道 就是我们工会知道的状况是说 有人事预算 这个是有被限制的 就是说你的人事预算 必须是在整个我们基金会的 总预算的25% 所以他可能才快就用这样的一个比例去算了 就是说这样的25%的人力 可能只能用到160人 但实际上我们整个包括 我们去年增加了一个广播部 那广播部的时候 当时其实在规划这个 整个广播部的规划经营的那个同仁 他其实规划的人力是觉得 最少应该要有50个人力 所以他这个计划提案计划 送到圆明会的时候 但是圆明会只说 只能合下来 只能给我们25个人力 所以其实广播部原本 觉得大家知道说这样 我们的广播是全国的 还不是区域性的 是全国的 但他的人力只有给一半 就被砍一半了 所以其实变成说 正职的人员 他就变成只有25个 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 你需要这么多的人的话 他一定会超出25个人 所以后面来的人 就都会是承揽的人力 所以像老师刚讲 那个我们不信过事的同仁 他的状况就是 他兼了10个节目 然后因为 他其实因为他不是正职员工 其实坦白说 他生病了一段时间 他也会 我们从我们工会去了解的状况 是说他其实也害怕 他会不会是 请假请很久之后 像他病好了 就没办法来上班 所以他那时候的状况是说 他其实也才刚出院 但是病情也都还没稳定 还需要疗养 他就赶回公司上班 他也放不下他的工作 一来放不下工作 一来也怕说会工作没了 所以他就是在到公司上班的途中 然后就昏倒再昏倒 然后昏倒之后送到医院 再加入病房之后就不幸过世 后来我们才知道说 原来承染人员是 因为我们有我们的工作规则 有一些相关的补助 例如说可能因工过世 或者说你因病过世的都会有一些抚恤 可是后来才发现说 原来承染人员是什么都没有的 就是他不是正职员工化 他什么都没有 那那时候 包括最基本的一些保险也没有 都没有 就是连所有的保险都没有 所以就是变成 因为其实我们的承染人员是什么 你知道吗 就是公司在跟他们签合约的时候 合约有一条就是要求他们必须自己去找其他的职业工会去投保 那公司要看到他自己有去投职业工会的劳健保 附上之后才会再跟他继续签后面的约 所以就是变公司虽然看起来好像是保障 你在某种的劳动权益上面是有受到保障的 但是公司就是别的很干净 所以这个承染的关系是个人跟公司进行的承染关系 对就是对基金会的态度来讲 就是说你就是个人厂商 对基金会的态度你其实就是个人的一个工作室 你就是一个厂商 就好像听起来好像SOHO族 但事实上是一个没有任何保障的SOHO族 对但是因为我们法律上规定的承染人力 它是有一些规定的 就是你不能受到这个 我们基金会是不能监督他的 还是不能指派他工作 就变成说他只能在就是说我们 他在履约的那个当中 他只要在定期内去完成了他的东西 这个才是比较正常的承染关系 但是实际上我们基金会里面大多数的承染病不是 我们现在大概有72个 72个承染都不是喔 他们都必须要打卡 就是说因为他们不能有打卡记录啦 系统不能有记录 可是他们有资本的 他们必须要签到 早上几点上班 他们实际上就是在做正职的工作 那后来阿滴发生的那个事情 才发现说他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其实一些承染人员他们就开始觉得 喔原来之前工会可能有提说 或是我们的同仁有说 其实你们没有什么样的保障的时候 因为没有事情发生 大家都觉得说 我每个月有领薪水就好了 然后所以大家也不太会去顾自己的劳动权益 因为你没发生的时候 其实实际上大家就是 很多同仁是为了想做原住民族的事 然后很多同仁都有着 很深的族群使命感 那很多从事正媒体 不管是广播的 相对的都是对这个职业 有很大的一个憧憬 所以其实大家都会觉得 啊没关系 这可能只是暂时的 其实甚至也有主管会讲说 啊你们就努力几年 到最后还是会有什么 所以其实事情没发生的时候 大家就觉得 喔好没关系啊 那我就这样子 对可是当阿迪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才那你的同仁才发现 真的他们的权利是什么都没有的 这个其实是让人家觉得 非常愤怒的一件事情 这个愤怒其实说 我们知道会去原住民族电视台工作 不管是在广播部或是电视部 事实上都有非常强的使命感 因为在长期来 台湾的原住民族的文化 不管是语言或者教育 受到即便是现在都是如此嘛 都非常受到严重的排挤跟打压 所以很多人他是站在一个 我怎么样去保存我们的族群的文化 怎么样去跟社会对话 甚至去振兴这种所谓族群文化的使命进去 可是他却遭到这一个对待 让他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待会会再谈 所谓的一般的在承揽 或者是在一般的这种所谓的派遣 这些非典型雇用当中 当然是一个所谓暂时性的 这种补充的能力 可是他其实刚刚你谈到 是一个假成男的问题 我们再会再真正来谈这个部分 可是我有一个比较好奇 是我们知道在传播界工作 不管是特别是在做制作公司 制作单位 一个人手上有三四个四五个节目 事实上是一个很普遍的事情 可是你刚刚谈到说 不只是九个是十个 这个在原民台 在原著名的广播节目当中 也是一个很普遍的事情吗 基本上因为我们基金会 它是去年我们才接广播的业务 那其实如果是以 我们自己原本是做电视的 然后节目部的 他们都觉得很压抑 他说哇他接十个节目 通常你接了两个三个 已经会没办法附和 因为实际上 我们都是非常少的人力 在做节目 那如果他只有一个人力 然后接了十个工作 对其实现在节目部的同样来讲 他们就觉得很不合理 那当然就是我们也有试着 去问他们的主管 那主管的回应他说 不会啊在广播部 每个人接十个节目是正常的 哪一个公司是每个人 接十个节目是正常的 这是主管的说法 可是实际上后来 我们当然也 就是说我们其实也有找了一些 就是说实际在做这样工作的人 去谈说 你是就是广播部的 就说你接十个工作的话 你可以附和吗 因为主管说其实是OK的 然后他就说 当然主管的理解 跟工作人员是不同的 因为他们觉得 其实真的很累 例如说可能主管会说 其实可能他接了十个工作 其实大部分可能七成是委外的 就是七成的节目是主持人要包所有的工作 但是你知道因为我们自己是基金会的人 像我自己也是 我也做过节目 我们会很多时候会是 虽然我们跟这个厂商 例如说我们把主持人当一个厂商 就是我们有合约上面的心情说 你必须要独立完成所有的工作 可是如果这个主持人有困难的时候 例如他可能要约一个可能正在发片的艺人的时候 很难约很难约的时候 他可能就会请我们帮忙嘛 那对他来讲反正他是他可以走的 他对这个公司是没有 没有那么深的深的责任感的 可是我是在这个工作的人 我就会想尽办法去帮助原本应该他要做的事情 虽然我们就发现说 其实阿迪他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情 就是他可能接了十个节目 虽然有可能七八个节目是委外的 但是他在委外的这个节目当中 原本应该都是外面的主持人必须要做的工作 但是他也必须要去帮忙 那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在演艺界这个 因为他其实是算资深的工作人员 所以他也认识了很多的艺文界 所以他在邀约的过程当中也会比较顺利 所以很多的主持人就会借着他这样的长才 然后就会把工作丢给他 那就像我刚刚讲的 我为了责任 我为了要完成我兼的这些工作 希望他可以完成 虽然这不是我的工作范围 我还是会去做 然后再来就是说 因为你知道老师照媒体的工作 有的时候我们还必须看这个主持人的时间 或是我们的录音室 因为你光是要瞧那些时间都是很困难 就是说也要去瞧时间 所以他也有很多发生的就是说 他的工时很长 为什么很长 就是要等待 对 要等待 就是可能他今天有两个节目要录影 可是你知道一个节目他可能是早上九点 但另外节目是晚上十点 但是中间的过程他不可能出去啊 因为他还要做联系 或是其他我们的可能相关的联系的横向的部门 他们都是白天上班 你也不可能在这段时间去做自己的事情 你可能想要赶快完成可能另外其他几个节目的联系 所以就变成他其实会很长时间的工作 所以我们后来其实真的发现说 虽然主管觉得十个节目 他并没有很负责 就是实际去负责主持 或是做那个里面核心的工作 但是他要联系那些工作 是花了非常多的时间 对 的确 其实光是不是主持 光是企划 光是联系 光是敲通告 很多这种传播业的工作是非常非常琐碎的 这个琐碎包括刚刚谈到等待的时间 或者是那过程当中 有非常多你要去接到对方的这个情绪 或是对方的癖好 这个其实整个不只是在于工时长 而且在心理压力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我其实有点好奇 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了 这是非常不幸的事情 然后其实你们也由员工自己去发动这个募款 资方的态度是什么呢 员文汇的态度是什么呢 老师我跟你讲很好笑 员文汇的态度说 我们会请行政员去协助看看他的劳健保的后续 就是撇得很干净 就是说因为他就是对他们来讲 就是他就是个人的厂商 所以他觉得说出了力 就是说我找我的行政人员 然后去问看看他有没有投的那个单位 会不会做他做后续 就是他在外面去投保的那个单位 对就是还是那个你是why的那种态度 所以其实工会第一时间知道的时候 我们就都有通知基金会说 你必须要用合理的方式来处理 所以其实后来就是在有一次的董事会 那那个时候是有些董事 他是因为他我们承览开始有很多的 我们可能工会都有在在我们自己的脸书 然后有发动就是把我们其实实际的状况 让外界知道之后 其实有董事连署就是说希望基金会能够检讨 承染人力的这个部分 在那场的那个在那一场的那次的董事会里面 我就提出说因为阿迪他其实就是假承染 所以基金会必须要做因为他我们真的是第一次碰到 整个人民台已经十几年了是第一次碰到我们的员工 因为生病那因为他要在工作的途中发生这样的状态 我说其实于情于理而且我们真他真的就是在做正直的工作 我们违法在先我们就是假承染 我们就不符合原本承染人力做的工作 这样的一个规定 所以后来在那个董事会的那次决议 其实也得到其他董事的共鸣 就是他会按照工作规则的就是说正直员工的条例 给他抚恤但是信用自筹款 因为我们没有编列一个预算是 自筹款是从哪里来 自筹款就是可能我们我们各节目他可能是去外面外面接的案子 然后我们自己文行部想办法去去去筹到的一些钱 可能就是制作一些额外不是在我们预算内的一些工作得到的费用 虽然是第一次发生这么不幸的事情 其实从一个正常的公司来讲他一次都不应该发生 因为他其实是涉及到一个制度的问题 可是刚听到这个所谓的园文会 说这些相关的高层在做这种所谓的检讨的时候 其实也是在补这个所谓的破洞 这个补破洞是说我怎么样把这个找到这些钱去抚恤金 来去协助他去办后世的相葬事宜 或者他会解决他家庭上面一些需要 可是更大的是一个制度嘛 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看看到底这个制度上面 有没有去做任何的反省跟检讨 或者是他应该怎么去反省跟检讨 我们先休息一下 大厘头这下由北部条空气 我们不回工会代表来到外面会空气 我们出外景什么的 我们做承软人员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加班费 你出都没有 我们也做的事也是跟他们一样 两百五十人里面就有七十二人是用承软 就是大概有三成的人力是用承软 那其实这些承软有些同仁都已经超过一年以上了 也代表说这个工作其实是跟正直一样 他是必须要长期兴趣工作 新来路工部门明明工作旅行都要整一样 有人还做过六年根本就不是 冷血冷烈结果 好理到基本科业 正是努保健保主要新来令员一年 得比整一令员 够付两万多块 还有没有任何总金 地休假加班会 甚至是一载去付丁保障 因此要求外面会 和主管机关接任 专业变类负合外面会搜索令员 并且将家信赖令员拿变 我希望我们延文会的董事会 也就是资方 就他们的整个专业的规划 到底这个我们的员工的实际的内容多少 他们应该要做整体的专业的研究 外面会也表示已经要求外面会 进行您的会位相关专业 有个9月到10月之间的完成 到时候您的金融报军 会有更勉強处理 那一生也接受外面会 市场输求和英协助 记者送我报道 欢迎回到 参观时光会客室节目的现场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宗祥 今天在节目现场跟我们一起聊天的是 呃原文会的古墨瓦蛋 古墨你好 老师好 呃今天非常谢谢你来跟我们谈 刚刚那个故事 这个故事其实我们听起来 是非常非常的难过 因为他不是一个个人单纯说 身体好不好的问题 而是他背后整个公司系统 怎么去对待他的员工 那怎么样去这个所谓的 去做一个支持的体系 更何况这是一个国家的这种 呃原住民族的这种 或族群频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而这个原文会事实上也是一个半官方 甚至其他非常浓厚的一个官方色彩的一个一个机构 只是从我们的政府去做这件事情 你就会发现这个政府实际上对劳工的权益跟态度 几乎是一种漠视的这种状态 刚刚有谈到一个问题就是说 呃其实你刚刚谈到说人事的这个比例只能够占百分之二十五 所以导致你们有这么多的这个所谓的承乃员工 为什么是百分之二十五呢 这个在有任何的法庭上面有这样的规定吗 其实我们一直对这个预算 就是人事的预算真的也很纳闷 所以我们尝试问了很多人问了基金会 然后也问了原明会 但是原明会就是否认 原明会说你们的所有的一些经营管理 都是属于基金会内部的 最高的决策权就是在董事会 所以他不会去干涉基金会里面所有的运作 包括人事包括预算 那是谁订的 二十五是谁 到底有没有这个二十五 实际上我们查了之后 现在是查不到根本没有 但是我们问基金会 基金会的人就说是原明会要求的 但是问原明会 原明会就说他们不能够 不能够要求这个东西 然后甚至也七月中的时候 我们因为承担了人力 我们去原明会抗议 因为我们问基金会的时候 他们一直说 他们决定权是在原明会 所以我们才到原明会抗议 然后那时候是处长接见我们 然后处长也是很 义正言之地说 我们真的不会干涉你们 我们不可能伸手去媒体来管理 然后我们也当场我们也问了 就是说可是基金会就说 人事预算所有的人力 都是你们定的 处长很生气地跟我们说 你找那个人出来对质 你找那个人出来对质 所以他在我们的面前就是这么说 所以我们又回到基金会 基金会又说是原明会 那坦白说你要找那个人对质 他不敢啊 他怎么敢对质 你就是一直在要求 就说你是我们的主管机关 你找任何人对质 他也会怕他的工作会不保 所以到底有什么法条没有 所以现在都是一个谜 是一个谜 对 其实就是一个谜 可是你说最早是25% 但是其实我们从工广集团离开的时候 原文会接经营圆明台这个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的办法是都还是 因为他们只有半年的时间去筹措 然后去经营 所以其实像有关我们的薪资要点 我们的考基要点办法都没有出来 所以我们工会第一年都打这个打得很 打很久 然后终于出来之后 算算之后才发现 其实我们的人事预算 一定会超过百分之二十几 因为但是你这个考基 你一定要给人加的 所以后来重新做评估之后 算了之后 其实我们现在的人事预算 早就超出百分之二十五了 所以你说25 最早的25到底是谁定的 没有人要承认 也没有人要说清楚 可是现在实际上 我们应该已经有百分之三十几四十几 因为你还必须要算我们 每年考基因升等 因为我们2014年 原委会经营到现在 所以其实在这过程当中 我们已经有同仁是 因为考基好 然后必须升等 就是要加薪的 所以你这样整个算起来 其实我们的整个 每年的人事预算费 它就是已经超出了百分之二十五了 但是到底谁定的 现在都没有人说实话 会使用这样的意思 所谓刚刚谈到所谓的派遣 或者是刚刚谈到承认 事实上在政府的一个相关体制 其实常常可以看得到的 可是当时做这些工作的目的 事实上这样的工作的类型的目的 是一种补充 就是临时性的工作 所以我们就需要临时性的人员 可是你刚刚谈到记者 或者是在一个电视台的 一个所谓的制作人员 他事实上通常就是一个 长期性的聘认的关系 跟何光刚刚谈到是一个指挥的关系 可是在现实的运作上面 的确常常会发生这个事情 但是我觉得比较好奇的是 其实你们正职的员工并没有聘满 没有 在一个没有聘满的情况底下 为什么还大量的使用这个承认呢 呃我们也很怀疑 因为我们有时候也会试着问说 你其实我们现在 其实应该还有大概十个左右的正职人员 但是其实这个十个就变成了 十个左右的名额 对政治的名额 但是这个都会变成是一级主管他们的口袋 就他放口袋啊他就是不出来给你嘛 所以就变成我们我们就是合理的怀疑说 你放这十个是不是要给你 你觉得你属意的人 虽然你是用公开的方式在 在招聘人员 但是你什么时候要提正职 啊谁要给正职 其实都是主管定的 嗯 对所以他们要承来 要多少承来也是主管会议定的 所以其实最大的问题还是 我们怀疑还是在主管啊 因为你把那些其实实际上还有 你原额的东西 你就是一直不释出来啊 对 但是你真的的确要这些人 因为就像我刚讲的 记者他是 他不是阶段性的工作耶 他是一直持续的工作耶 还有你节目的企划 你节目的制作人 再来是我们工程部的 工程部的那些专业的人员 对 你都是都是持续性的工作 所以他们就根本就不是承拦嘛 但是你要这么多人 那你基金会是不是应该要 努力去想办法去说服 可能主管机关说 的确我们需要这么多人力 那是不是可以让我们真正的独立 营运自主 我们可以 例如像公市 其实超出了很 就是说其实人事预算 是他们的一半 但是公市有很努力的 在自筹这个部分 那如果我们真的是独立 营运自主 如果主管机关真的没有干涉 我们的人事预算 那我们真的也很想问 那到底基金会不能做吗 嗯哼 即使刚刚谈到 圆明会没有任何的直接的 这种所谓干预 即使真的没有 但是其实在制度的设计上面 它事实上就可以决定 这个公司 这个机构的存活 而甚至刚刚谈到的 这个制度的设计上面 也会让很多的人事权 是掌握在特定人的这个手上 也许是基金会 也许是主管 也许是其他各个部分 所以那个所谓的公开透明 或者是在那个制度本身的健全 其实是很重要的 其实说实在的这个圆明台 整个的这个发展当中 它事实上一直存在 不稳定的状态 从过去的台市到东升到公司 现在是一个独立的 这个在圆文会下面的 一个独立的机构 看起来是一个独立的机构 那看起来是比过去稳定的 因为不再是在找别人来去经营 那不是那种所谓委外的方式 看起来稳定 可是那问题还是一样很多 作为一个资深的员工 你怎么去看待 在这几年 这个不断的换老板 不断的换雇主 然后不断的在工作不稳定的状况 这几年来有什么样的变化 有更好吗 其实我们自己同仁在讲说 我们其实真的内心很大的一个喊 就是说我们可以不要再流浪了 你看其实从最早的台式文化到东升 然后在公司 其实原本大家以为说 在公司我们已经是一个 会有安稳的家了 因为那时候公司法已经明定说 公广集团包括圆明台 对 所以我们就一直以为说 哇他原来是 我们可以在这边很长远的一段时间 可是因为后来 后来圆文会的设置条例才成立嘛 所以他的条例里面 就说你要经营圆明的问题 公司法还没有修法 所以他其实并没有这个圆明台在里头 但是在这个 这个所谓的广电法的相关修正案的时候 有提到 就是他们要去优先承来这些族群频道 对 所以后来 后来就有 圆明台就从东升到这里 其实我们在这边也八九年了 八八九年时间 可是因为有圆文会的成立 所以后来就是 有一大段的时间就是处理那个 法律进和的问题 因为就变成有两个法 都要承接圆明台 所以后来最后 但是立委很多都觉得 既然是原住民的媒体 就不应该附属在公司的底下 所以最后就到圆文会经营 但是知道我们在公司的时候 公司有公司法 可是我们现在是没有 原住民族传播法的 所以其实他就是像一个 没有遮盖的一个基金会 对 那我想说可能 其实老师是媒体的 媒体的老师可以知道 其实像我们上一届的 上一届的台长 他在离职的 他没坐满 然后就离职 然后他写了一份声明书 然后他写了很多很多的 然后他也提出了一些问题 那我这边不讲说他的 他自己本身的经营管理 我只是讲说他提的一些声明 例如他觉得 政治干预 对 例如他觉得 其实真的没有独立自主引运 那我也 我们也必须 我们工会的同仁也都觉得 其实是 他写的声明 其实是百分之九十一 像我们是认同的 因为实际上真的 真的是越来越糟糕 坦白说 在哪伦地之前 会不会有 有 我是第一个被申诉的 就是我做新闻被申诉的 然后我是 之前在采访中 我常常第一线 会有来自各方的压力 这个我承认一定都有 但是你知道现在是更严重 对 是更严重 然后现在的记者他们 所以我们就会 就会觉得很可悲是 记者他们很想去做 记者专业的东西 但是你可能在这个压力底下 有各方的压力的情况之下 我们之前工会自己也有谈说 我们真的很害怕 我们没有办法做好监督的责任 因为我们在原文会的里面 他又是 原文会的预算 拨给我们 然后又是我们的主管机关 甚至他还经过立法院 他也会有其他的冻结 或其他的做法 对你说我们独立营运了吗 但是其实他的问题还很多 对反倒是我们觉得没有一个屏障在保护我们 那你就是直接就是赤裸裸的 这个你刚刚谈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刚刚谈到那个遮盖的部分 过去在公广集团下面可能还有一个公示法 当然公广集团这个做的好不好 是可以被评价了 甚至我们知道当然会独立出去 有一个很重要的说法是 我们要的是原住民的公共电视公共媒体 而不是一个公广集团的公共媒体 这当时其实有很大的一个争议 可是当你开始独立之后 你会发现没有一个法去做遮盖 那如果可以有这个法出来也没有什么问题 也许相对之下会比现在好一点 可是他现在一直面临到一个很有趣的状况 就是你在原文会下面 那在这个基金会里头 我们知道其实他是要做所谓的教育文化推广 艺术的推广 那他事实上是有非常强的 这种所谓的对外宣传的使命 那另外一个部分其实是在什么 就是在于媒体的角色 媒体角色他要独立自主 他要专业的发展 可是当你有这个使命的时候 你很难独立自主 更遑论你要回过头来去监督给你钱的 或是你的上级的这个单位 这会不会其实也是你们面临到一个困境 除了刚刚谈到的在员工的这种所谓工作权上面 在这种所谓制度上面不稳定 事实上一直在谈独立自主这件事情 其实是一些很大的困难 对啊 是他的确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例如就像延伸到陈兰的问题好了 例如像我们正直 当然我们可能还是会很勇敢的去做新闻 因为我们还是会有像我们有自立委员会 我们还有申诉的管道 如果我因为采访了某件新闻 然后被申诉 我这个正直员工他是有管道可以去还我清白的 或是去评论我做的报道 是不是公正 而且你也不用担心隔天就没工作 对 我也不用担心说基金会会 因为我做的这一则报道被高层高度的关心 然后我会失去工作 可是陈兰不一样 陈兰他们很想做 就像我刚刚提到他们很想做 但是他们就会因为主委要跟你讲 你不怎样是不是这样 明年不跟你去 他们的就是他们的劳动权益真的很糟糕 然后就是很惨 他们连你看像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他们他们会而且很多 坦白说现在很多是可能刚毕业两三年 他们是我们的青年人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母亲 我就会看看 因为我自己有很大很长的一段时间是派遣 所以我现在看这些跟我以前一样 是为着族群的使命报复 然后来到月明台工作的人 其实他们就很像我的孩子 我就会想说我的孩子如果 他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他对他的族群文化这么的认同 这么的希望能够捍卫一个族群频道的一个价值 但是他却受到的劳动权益 是这么的糟糕 然后他甚至有可能因为 因为他在做他原本该做的事情 但是主管会跟他讲说 你明年我不跟你去约了 或是随时也不用到明年 我现在犯了你就犯了你了 我觉得这是非常没有保障的 而且对我们的青年 他们的就像我们之前在谈的 非典年纪的青年 台湾没有给一个青年一个未来 所以其实像昨天我们有一个记者 就是陈兰的记者 他在我们的FB就po了一个 他的他这几年来的新生 我觉得很有共鸣 你看他年终的时候他没有年终 然后他还必须要很 对家人是报喜不报忧 对我觉得那个对那种压力 就是你对一个同样在做 都是在为你这个频道 努力的一个基层的员工 他对他的那个福利 最基本的福利 是这么的差别这么大 我觉得是很不公平的 其实我有时候 这几年有时候也有机会到圆明台 去做一些教育训练 然后特别是那种即将毕业的 这些年轻人 然后看到他们的这种光景 或者看到他们的样子 其实跟你心情是一样 就是哇 好多人愿意来为这个族群文化 为了这个族群的媒体去努力 可是他们进来之后 会不会有一个好的待遇 或者好的工作环境 这部分我是非常质疑跟保留的 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要请教你 就是很不容易很不简单 就是公事其实也推了很多年 希望有所谓的员工董事 那圆文会其实可能更早 就有这个所谓的员工董事 你就是其中的员工董事 那我们一直觉得说 公会进入到这个所谓的 董事的系统 或多或少是可以做一些改变 真的有办法做改变吗 在你的经验当中 你怎么去看待 你在董事会里面 所面临到的这些问题 我必须坦白说 因为我们有15个董事 员工董事就是 比较能够知道员工的想法只有我 所以是15比1 那其实你要很多的董事 能够对员工的权益 或是员工的想要有共鸣的 其实坦白说 要非常非常多的努力 因为其实董事 他们来自各种不同的专业 他们关注的关心的点 会不一样 例如他可能是来自艺文的 他可能会比较多关注的是 你这个艺文的 你的整个是经营方向 那如果你是来自于就是 传播的 他可能比较会着重在你的 宣传的采访 所以其实坦白说 大部分都会觉得是一个经营管理的 就是会以资方的态度去看 我们要怎么经营管理这个基金会 那员工的这个部分 后来是因为可能 其实我们第二次还是第三次董事会的时候 我就提出就是说 因为上届我们有开一个 我们公会有要求董事开 跟员工的基本座谈 主要原因就是希望让董事可以明白 员工想什么 员工的需求是什么 可是我提了 你知道我觉得很遗憾也很可惜 是都没有被采纳 到现在一年多了 都没有开过任何一个董事跟员工 基层员工的座谈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也没有任何的改变 其实就是员工就会觉得 其实员工就会想说 那董事到底对员工的想法态度在不在乎 还是他们都只听一级主管 每次在董事会所报的 因为其实他还是有落差 那工会提出来 并不是说员工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们只是希望说员工的声音 可以被这些在董事会的高层 能够比较公平的去看待 因为我们知道有的时候 一级主管提的 也许是他们的报复他们的需要 那他们可能不会去管人力的这个部分 但是员工他是实际在操作这些工作的人 他也希望就是说 董事可以听到 真正在操作这些工作人的难处 然后去做一个比较合理 比较能够合乎 现况的这样的一个决策 我想这是一个最基本的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有些理想 可是在实务上面 其实是在第一线的员工 他们在为大家打拼 而所遭遇到的一些不对等的 或是所谓不公平的待遇 其实也都是第一线的员工 任何一个公司要好 任何一个机构要好 任何一个使命感要好 事实上对于劳动的权益 这是最基本的 我相信有很多年轻人 或者很多的原住民的青人 一直很想要投入到 这个所谓的传媒的行业 来为原住民族的 这个所谓的文化传承也好 沟通对话也好 或者是去发扬 这样某种的精神跟文化也好 都充满了非常多的理想 可是如果我们的主管机关 如果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电视台本身 不给这些人有好的工作条件 好的待遇 或者是一个合理的劳动条件 我相信这些专业都很无法发挥 反而会让更多的人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断的这种所谓的挫折 而让这种所谓的族群文化 或是这种所谓的族群的精神 受到非常大的伤害 今天非常谢谢古木来接受我们 希望下次有机会 再来跟你请教相关的问题 我们下礼拜空中再会 拜拜 欢迎来到这个礼拜的管件新闻 在这个礼拜的灿灿时光会客 是我们跟大家谈到的是 有关于圆明台的这个承揽的问题 从一个圆明台的员工的过世 我们看到了圆明台整个制度上面 对劳动条件的非常的不重视 造成了这个人员的伤亡 甚至等他过 待他过世之后 也没有办法好好的 用正常的这个抚恤的方式 反而要透过这个工作人员 这些员工的捐款 实在是让人家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不过在这个事件发生的同时 我们的行政院院长 其实也提出了有关劳动的政策 是有关于怎么去解决这个公司 或者是公部门派遣能力的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则报道 公部门办公室见到的注点助理 处理行政或是专案工作 属于企业劳务承揽 依照采购招标合约内容 做人力运用 监督管理权是在得标企业手上 由于行政院长赖清德 日前喊出公部门派遣人员 两年内归零 劳团担心只是将派遣变为劳务承揽 依旧是非典型劳动者 离直接雇佣关系更远 不要那么虚似的说是要归零 要直接雇佣 可是实际上是把另一批人 从派遣变成了劳务承揽 那些人的工作条件没有改变 那他的不安定性 比以前更糟 只有这样子 再问一次 为什么直接雇佣有那么难吗 劳动派遣产业工会更指出 如果政府将派遣工 改为自然人承揽 而不是企业劳务承揽 员工就必须自负劳健保 没有加班费和特休 工作更没有保障 不过行政院澄清 目前行政院旗下部分的劳务承揽 属于企业劳务承揽 并没有自然人承揽状状况 未来会将派遣工 转为自雇员工 但部分业务 确实需要以承揽方式外包 这个政府机关有一些业务 劳团呼吁希望两年内盘点全国工部门 非典型雇佣人数 立即采取直接雇佣关系 并且修订政府采购法 将不良厂商淘汰 行政院有回应 劳动部会定期检合外包厂商 尽力保护劳工权益 记者含吴家宝 陈保罗 台北报导 在这次的报导当中 我们看到赖魁似乎想要去解决 这个派遣人力的问题 可是这个方法引起了 这个劳团的一些争议 或是一些不满 就是如果你把这个派遣停掉了 可是全部变成是自雇 或者是承揽的方式 其实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 因为当你开始用 这个所谓的承揽 它就会出现像圆明台 一样的状况 那当然这并不是说没有办 公部门不能够去用这种短期的利 可是我们要提醒公部门 在相关的法规当中 它就是一种短期 或者是一种任务型的编组 你不应该把这些长期的雇用 甚至包括清洁人员 这些长期的雇用 都当作是一种所谓的承揽的 或者是派遣的方式去处理 因为你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反而会造成更大的 这种劳动上面的伤害 另外一则新闻 是跟我们长期关注的 亚太创意技术学院的办理 停办这件事情是有关的 亚太创意技术学院大门没有警卫 进出根本毫无管制 校内也完全看不到有学生活动 而包括逃逸专业教室在内的 多栋教学大楼 已经完全没有电力 学校老师认为 校方不安排校警进行断电的举动 是想逼走学生 那我们也真的不知道 为什么教育部 就是配合着学校打假球 明明没有合定停办 明明只是停招而已 却做出停办的所有的动作 来恶意清光失声 这个是我们也很想问教育部的部分 黄老师表示 目前仍不愿意转学的学生有82位 教育部日前要求亚太停招 亚太董事会自行宣布在7月底停办 但停办计划 其实都没有送到教育部审核 而校方解释 没有刻意断水断电 上个礼拜学校做一个年度税休的时候 那高压电的电 因为之前有发生电瓶爆炸 所以我们有一某几栋楼 因为电瓶爆炸 所以高压电的电瓶有损害 所以那几栋大楼 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目前是无电子使用 那其他部分都是正常供应的 校方表示 虽然尊重学生原校毕业的选择 不过因为学校目前经费 失资和设备都不足 转学对学生是最好的选择 而教育部则强调 亚太并非停办 仍需提出下学年教学计划 因为这个学校就真的没钱了 他当然要想办法截留 那现在就说我们要求学校要把下学年度 学生 留下来的学生 他的课程 要怎么样做安排 我们现在再请学校提他整个的一个计划过来啊 杨玉慧表示 如果亚太最后因为经费问题提不出计划 教育部也会补助兼任老师的终点费和交通费 绝对不会让留下来的学生权益受损 记者邱志辉彭阿群苗栗报导 事实上教育部是要求这个亚太创意技术学院是停招 但是学校是要去停办并且断水断电 高教工会跟亚太的老师也召开了记者会 谴责这一种做法是不当的 为什么 因为很多的学生他们其实都希望能够原校毕业 可是当你开始断水断电的时候 是不是要表示 你根本就不会去在意这样的学生的这种所谓受教的权利 而在记者会当中高教工会也提出说 你不能够只是在新的校医部长商量 不是只有去关心这个台大的校长的任命案 而要去真正的去了解到整个台湾 这个所谓的大学官场退场等等的问题 那我们要呼吁这个亚太的这个案子 真的要好好处理 不是任凭这个校方任凭资方 他自意的去决定 那既然校医部已经承诺说 要让这个学生能够原校毕业的话 那么怎么样去让这些学生保有最基本的权益 是你不可以忽视的责任 好另外一则新闻是有关于王光路的这个猎人案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则报导 亚表议划高科布农组立人王光路 都透过不断的以身试法 然后又藉由自己这样的一个可能以刑法的方式 或是行政法的方式 变成了一个个案走到了法院 然后运气好的遇到好的法官 可能会犯案无罪或者轻判 运气不好的就被抓去关 王光路是在理工一三年八月 因为九十四月妈妈 想要吃三点压米 拿来清泡辣亚新保有动物 向它沉泡大丘都还要管制料理 判断三年六个月 变国发金七万块卡定 法如护照经营会 向最高检察署 行刑非常上所汇准 检察中党 向最高欢迎提到非常上所料 前面进行 新闻团队 经历北维护王主兵做理这天 向所欢迎提高 释现補充理由总 希望透过大法官 跟王主兵六年对位 向国家认定王主兵做传统失效 我们会把这个 事件申请请求延迟辩论书 然后转交大法官那个审桌 新闻团队共条 行判进修条文第十条第十一项 到第十二项 明定中华民国困定 王主兵做的都完文化 便应该自己提供 因此希望 社会议可以开庭 好 王公路的这个猎人案 其实提出申请事件 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 可是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进度 所以圆明团体也召开记者会 希望能够跟这个大法 跟法官来进行这个对话 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 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一个议题 因为它涉及到的是一种 原住民族的传统文化 甚至包括跟生态保育之间 似乎存在的某种冲突 但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也曾经访问过 这个关大为老师他也提出说 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冲突 因为在原住民族的传统文化当中 本来就会去考虑到 这种所谓的生态保育 也就是当他们在去进行狩猎的同时 其实是把整个生态的问题 都考量在里头 所以这其实涉及到的不同的立场 不同的价值观 不同文化经验的一些冲突 所以我想大法官 法官在审理这个案子的时候 可能必须要多参佐 或是多了解一些原住民族 传统文化 怎么样在狩猎跟保育之间 找到某种的平衡或是共存 恐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好 那在这个礼拜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 让大家觉得非常的不开心的 一件事情 就是国家住宅 以及都市更新街牌 那包括这个蔡英文总统 包括内政部长徐国勇 也到了现场 这个未来是跟台湾 整个都市更新规划 会非常有关的一个机构 怎么样去落实这个住宅正义 居住正义的一个机构 可是其实在这个会场外 包括像大官司就会 包括很多的这些团体 其实被反驳团体 其实在外面抗议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 让人家震惊跟荒谬的画面 就是这些警察呢 把这些抗议团体 邀请到一个意见表达区 可是这意见表达区 居然是用人墙 用警察人墙 把这些人完全的围起来 根本就没有办法 好好的表达意见 甚至也有人要去上厕所 也遭到了这个阻拦 这让人家觉得说 台湾还是一个民主国家嘛 一个民主国家 为什么连基本的这一种 所谓的保障人民的言论自由 或者是保障集会游行的 这个自由都没有呢 把这些圈在像是狗龙 像是猪龙的地方 这绝对不是一个民主国家 应该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也要希望 我们的政府呢 真的好好的正视这个问题 特别你是民主党政府 是打着民主进步的这个招牌 而取得执政的权利 连这些基本的陈情抗议的权利 都不给 不给予大家一些基本的保障 这样的政府 事实上是非常非常不应该的 以上就是我们这礼拜的 关键新闻 我们下礼拜空中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